很多太太 脊椎歪曲 那要自己整脊怎麼辦 老師教這動作 我們先來看看 利用臀部的力量 讓腳能夠前後 利用臀部的力量勾起來 讓它前後移動 或是往下 腳先往下壓 然後往上 不要一次做太久 往下 這樣就不會抽筋 記得這個膝蓋不能這樣 你只在這邊做 對整個脊椎根本沒有幫助 所以是要這樣 這樣 這樣 好 我們現在躺著 來做 正確的示範 現在 腳勾起來 膝蓋不能提高 好 腳 往下壓 往上勾 往下 往下 把你不正的脊椎慢慢矯正 爬起來的時候要側爬 好 我們現在要躺下去 躺下去的時候 不是直接躺下去 好 要往左邊躺 你右腳要先 這樣彎曲 左手畫這邊 右手這樣 手慢慢往 右腿伸下去 這樣慢慢躺下去 這樣慢慢躺下去 這樣轉過來 這樣是很安全的躺法 好 我們現在開始 要做 整個脊椎對拉滑 腳勾起來 手上下 腳也上下 但是 膝蓋不能抬高 好 我們現在把腳尖往下壓 還是一樣 上下 腳跟還是一樣 不能抬高 這樣可以把脊椎 三百多條神經血管 全部一次把它拉開 好 我們再 腳跟在 腳尖往上勾 腳跟還是一樣 前後 移動 好 我們在 腳尖往下壓 好 這時候我們要起來 怎麼起來 不能直接起來 還是一樣 側轉 右手壓著 所以壓著 慢慢慢慢起來 右腿再收回來 這樣起來 會比較安全 不會閃到